辽胜中本人的代表作是传国喜 一时至美宝 千载助兴王 中原既失守 此宝归北方 子孙皆一守 事业当与不差 没一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 我们上一集主要讲了辽圣宗 在他当皇帝的时候 就是在辽国取得的成就 太平十一年 公元1031年3月 辽圣宗耶瑞隆序病重 到六月初一 他当时在驻驾于大福河 也就是今天内蒙古的呼呼尔河 在那以北的地方 就把他的御驾停下来了 初三日 耶瑞隆序就在行宫之内崩市 十年61岁 在位49年 契丹是游牧民族 笔墨指宴对他们来说 就跟外国人看见筷子一样 本来是有些陌生和难以驾驭的 但是经过多年以来 民族融合 辽国皇族和上层人在文化方面 确实是长进不少 辽圣宗本人就是一位接受了汉族文化 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位皇帝 在他统治期间也加快了契丹 国内社会的改革进程 政治 经济 所有方面 大量吸收汉族的先进经验 特别是在上葬制度上 他也不遗余力地效仿中原的宋朝 辽圣宗这个人十岁的时候就能作诗 他这一辈子作诗五百余首 当皇帝之后 辽圣宗就经常出题目下诏 命令宰相以下那些大臣赴诗 而且那些人写了诗 赴了诗 他都拿上来一一的看 一一审阅 辽圣宗驾崩之后 他的子孙后代又把辽国 他们的基业守得如何呢 我们本集接着讲 细讲之前还是那句话 多多发弹幕 多多互动 辽圣宗耶瑞隆旭崩始之后 他的皇后萧普斯戈这个女人的地位 马上就岌岌可危了 为什么呢 因为继位的辽兴宗耶瑞宗贞 当时年仅16岁 他的生母并不是这位齐天萧皇后萧普斯戈 而是一名呢 叫萧诺金的宫女 这位齐天萧皇后萧普斯戈呢 她12岁就嫁给辽圣宗了 美丽多才 不仅人长得漂亮 非常有巧思 还主持制作了什么九龙鹿啊 白金浮图啊等等物品 还在历史上都有记载 这位萧皇后生过两个儿子 但是那俩小孩呢 很早就夭折了 后来有个宫女 叫萧诺金的 她生了辽兴宗 那么这个辽兴宗当时是个小孩了 生出来之后呢 这个萧皇后就马上抱过来 还当做自己的亲生儿子来抚育 十多年以来 萧诺金毕竟是个宫女 地位低位 当然她不能怎么样 只能忍着 虽然是个宫女 辽兴宗的这个生母萧诺金呢 绝对不是个善茬 那辽圣宗啊 耶利隆旭还没咽气呢 她就已经啊 在宫内咬牙切齿 而且还当面辱骂萧皇后 这老娘们 你这回再没人宠你了吧 你都快了 说完这话 她就派左右她的亲信患者 把这位萧皇后给软禁起来 自己的儿子在辽兴宗继位之后 萧诺金啊 这个宫女出身的女人 马上自立为皇太后 这个人呢 就是辽国历史上 所称的亲爱皇太后 我们要知道 这样的情况 在汉族皇朝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汉朝礼法 非常注重嫡统 一旦 这个皇太子继位 她肯定要尊她的嫡母 为皇太后 排名怎么也会在 她的生母之前呢 辽朝呢 她毕竟是草原民族 所以部落疑风还是非常严重的 因此呢 新皇帝她亲妈 自然是权力最大了 萧诺金主政之后呢 马上派自己的家奴 诬告谁呢 诬告萧皇后的弟弟 当时任北斧宰相的 这个萧坦布里 和她这个萧氏族人啊 就说他们谋反 很快呢 她就以儿子辽兴宗的这个名义呢 杀掉了萧氏不少族人 而后萧诺金又下令 把那齐天萧太后 押往上京去软禁起来 当时继位的辽兴宗啊 虽然是个少年 但已经非常懂事了 就哀求自己的生母 萧诺金说什么呢 皇后是先帝四十年 府裕正宫 当为太后 今太后她当不成 反而得罪 是否太过分 萧诺金呢 当时就驳斥儿子 此人若在 当为后患 就说这个萧太后啊 如果啊 还把她留存在这个宫内啊 肯定 以后还会成为一个祸害 当时她话里话外 就充满杀气 辽兴宗呢 无奈啊 就是她亲妈啊 只得求情 就皇后老而无子 随在无能为也 在儿子辽兴宗的求情之下呢 萧诺金呢 当时就没有杀 那个齐天萧皇后 没过多久 趁着儿子辽兴宗 外出巡游 四十纳伯嘛 到各地去巡游 趁这个机会 萧诺金就害怕儿子 就是又想起这个齐天萧皇后 对她的养育之恩 日后再有可能把她放掉 因此就秘密派人去上京 杀掉这个萧皇后 萧诺金手下的患者 到了这个上京之后 宣读旨意 齐天萧皇后就表示了 我确实无辜 天下共之 清等我愈 耳后就死 可乎 就说你看 我根本就没有罪 这天下人都知道 您能不能 等我沐浴之后 然后再死 可不可以呢 宣达赵旨的 这个患者 虽然是萧诺金的心腹 但你这个 毕竟是当了这么的皇后啊 人家这个请求 还是要答应的 于是呢 齐天萧皇后 到了内室沐浴 然后就上吊自杀了 我们都可以想见 先前是一个宫女 一招变成皇太后了 她掌权之后 这个辽国的国政 就可想而知了 这个萧诺金 当了皇太后之后呢 马上启用他那些兄弟 卖官欲杰 杀戮义己 因此把辽国政治啊 坏得一塌不足 过了四年 萧诺金的总绝的辽兴忠 这个儿子呢 和自己不亲 因为他一直是 那个齐天萧皇后养大 就暗中策划 拥立自己的二儿子 耶律崇元为皇帝 耶律崇元呢 这个辽兴忠的二弟呢 还真不敢造次 马上就把消息 透露给他当大哥的皇帝 愤恨之余 这阵已经成人的辽兴忠 争取了进卫军的支持 就把这个他自己的亲妈 萧诺金包围了 然后把他软禁起来 然后呢 又把他亲妈 押到辽兴忠的墓所 到那里去软禁 当然了过了一些日子 辽兴忠呢 可能念起旧情嘛 毕竟是以亲妈 要把他接回京城 但对这个亲妈 他依旧是心怀戒备 因此他们母子 两人之间的嫌隙 至死不休 辽兴忠这个人呢 四十岁就病死了 当时的亲妈 萧诺金呢 没有任何悲痛之色 反而责怪他自己的儿媳 就那从圣皇后 从圣萧皇后 就说 你这么年轻 用着着这么悲伤吗 我们由此可见 这个阴险老父 他连亲生骨肉 死掉也不痛心 绝对是非常非常残忍的政治动物 辽兴忠啊 这个人在位二十四年 当时这个袁浩 那不率领大军攻宋吗 跟宋朝相斗吗 他趁这个机会呢 曾经向宋朝 索要关南十县之地 宋朝当时呢 他不可能两面作战啊 只得答应啊 像这个辽国呢 每年就给他增加了十万岁币 虽然说辽兴忠对宋朝 有落井下石之前 但总体上讲啊 在他在位期间 把辽宋关系呢 依旧还算是不错的 收了宋朝的钱 辽兴忠呢 当时啊 又要这个西夏元昊 你停止攻宋 你不能再打宋朝了 由此呢 辽夏两家啊 这两国闹翻了 我们前面讲西夏的时候讲过 辽兴忠的第一次亲征西夏 十万大军 几乎全军覆没 辽兴忠死之后呢 辽兴忠再次亲征西夏 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把辽兴忠的皇后末世 包括西夏的贵族三十多人都俘虏了 也取得一定的胜利 但是呢 最终呢 没占太大的便宜 兴兴而归 纵观辽兴忠当政期间 这个皇帝呢 他的喜好就是什么 就是唱戏 打猎 这还看戏 在辽国国内啊 没有说特别出格的那些折腾啊 没有别的那些恶事 而且呢 辽兴忠对于汉文化非常喜爱 亲策进士 大修法律 使得辽国国内进一步汉化 大体上啊 他在辽国的历史上 还能称得上是一位贤君 辽兴忠崩世之后呢 他的儿子耶律隆基继位了 这就是辽道宗 辽道宗在位四十五年 就差不多和他爷爷辽圣宗有利比 辽圣宗呢 在位是四十九年啊 比这个孙子多四年 历史上辽道宗 在他刚开始继位的时候 名声还真不错 那我们看辽史啊 上面就说他什么呢 求职言 仿制道 劝农兴学 救灾续患 灿然可观 但是呢 随着岁月的流史 哎 辽道宗啊 逐渐呢 就开始轻信禅言 宁佛浪费 最重要的是呢 他连他自己的皇后 太子 也逐渐的加以仇视和敌视 最终筑成大错 辽道宗耶律隆基的皇后 萧氏 也是辽国历史上 数一数二的大文学家 大诗人 啊 是绝对是一位 这个有才的 这样一位杰出的妇人 讲到辽国的文化 包括什么诗词歌赋 我们肯定要先来讲一讲 辽朝的这个总体的文化情况 先前我们都说过 辽朝呢 他是由耶律亚宝基 在这个916年创立的 他成立的时候呢 他的国号是大契丹 而跟他当时代的是谁呢 中原就是朱温建立的梁朝 梁唐晋汉朝嘛 当时是朱温建立的梁朝 到了公元947年 契丹的国主耶律德光 灭掉后晋 然后被法驾入汴京 建国号为大辽 改元大同 耶律德光当时为什么要改国号呢 我们要知道在耶律亚宝基时代 这些留着奇怪发型的哥们 他好多都是昆发嘛 主要是以游牧方式 称雄赛北 所以他国号是大气单 战有燕云十六周之后呢 不少汉帝 还进入辽国的版图 耶律德光本人呢 还曾经穿着大袖飘飘的 这种汉族皇帝的法服 在殿堂上找过感觉 耳后呢 大辽这个国号基本上就沿袭下来 但是呢 对于当时的末北那些部族 契丹上层依旧沿用大气单这个国号 威风凛凛啊 契丹人啊 毕竟是属于游牧民族 所以他既是发迹之后 建立大辽了建立大气单了 他们的汉文化水平啊 确实也不敢恭维 契丹人呢 虽然和中原的汉人是一直打交道 但他们的语言和汉语啊 完全不同 契丹语呢 有许多的多音字节 跟我们这个古汉语 这个单音字节啊 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契丹语这个多音字节 就特别像现代的西欧这些国家的语言 在他的口语当中呢 好多呢 还用现代日语当中 用类似训读的方法来诵读诗文 辽潮流传到今天的歌谣诗词 大多是以汉字形式保留下来的 契丹人他最早是刻木为契 这就跟结成济世啊 和那象形那些文字的差不多 那种原始方法 约瑞亚宝基立国之后 才让他的契丹族人 就在汉族世人的帮助下 创造契丹国文 什么呢 契丹大字 契丹大字是在增议汉字笔画 专家寥寥无几 就在这几十年当中啊 经常有辽国古墓啊 这个出土 有这个考古发现 出土器物上呢 也明明白白刻有标志墓主人身份的一些字名 但是呢 真正专家能够识读的很少 整个句子能够串通下来的 几乎就没成功过 别说是我们当代人 现代人 即使在当时就公元930年前后 契丹史臣带着两份以契丹文字书写出信 当时就是会见五代君主后堂的那个皇帝李四元 这老哥们东瞧西看翻来覆去和他手下满朝文武 包括这个翻汉大臣 研究半天 也不知道 辽国啊 这个哥们派史臣送过来这个文字写什么东西 迄今为止 契丹大字 就在这个一千多发言符号当中 我们现在的人能够识读的只有不到两百个 契丹小字呢 就有五百个发言符号 可识读的也只有一百六十多 与此相比呢 你看西夏文化 我们要知道西夏国当时 被那蒙古军队这个给灭掉了 但存世了不少西夏文和汉文双文的这种诗碑和名课呢 我们许多专家都马上能读出来 甚至在敦荒这个藏书当中 还有西夏文和汉文双解字典 当然了 现在这个双解字典呢 现在不在我们国内 在这俄罗斯的博物馆当中 但是契丹文字呢 就没有这样的这个文物留存 所以说识读特别难 根据2007年那统计数字 全世界研究西单文字的专家只有十个人 我们可以想见过了十来年 到了今天啊 这个人数就更少 宋朝建立之后呢 和辽国啊 就是广泛交往 啊 又是互相打呀 又是互相的使者往来 又闻又捂的 而当时呢 辽国的汉话也是非常迅速的 在辽国的势里相间 不少人也是开班授课 讲授汉语托福 宋朝的使者访问辽国 回来呢 觉得当时所见所闻非常好笑 因此呢 还附打油诗一首 写什么呢 词老方闷诗 众词征复火 想当训会间 都督屏障我 在汉朝使者写这个坦托诗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啊 他在初始过程中 看见一个契丹人 或者是一个契丹化的汉人老卢 摇头晃脑 在火炉边边摘狮子边烤火 一旁啊 还有几个契丹女人挤在火边取暖 外围呢 就不少契丹子弟手捧伦语 跟着老师来诵读 摇头晃脑的 非常陶醉 但这些人呢 就把论语当中 那个欲欲乎文哉 误读成了都督屏障我 即使当时的契丹人 读这个汉语书 措字连篇 但是呢 由此也可以见出 当时辽国国内的汉话 确实是势不可挡 宋朝有个大文豪叫洪迈的 他写过一本巨著叫《一间志》 其中就记载了契丹儿童 是这样诵读夹岛的诗的 《月明里和尚门子打》 《水底里树上老鸭座》 这两首诗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 《鸟肃持边树》 《僧敲月下门》 特别像古代日本人啊 对我们中华文化那种鸭鸭学语 确实挺可爱的呀 契丹整个民族的汉话 确实需要普及和时间 但实际上辽国皇族和他那个高层贵族 一直都是非常汉话的 比如说辽国的奠基者耶路亚宝基 他自己就会说汉语 他的长子东丹王叶瑞贝和他的次子 辽太宗 耶路德光这俩兄弟 在汉语方面绝对更是能诗能闻 耶路亚贝当时因为那太后树立平偏心 他不能继位 当得成这个契丹皇帝 因此就逃往中原了 逃亡期间他还坐师一手 来表示他当时那心态 小山压大山 大山全无力 修建故乡人 从此投爱国 眼随浅白 意境深远 耶路亚贝这个人我们从前也讲过 他是耶路亚宝基的长子 敌长子经常跟随他的父亲 东征西伐 征服渤海国之后 耶路亚宝基就把渤海国的原地 改为东丹国 封他的长子耶路亚贝为仁皇王 然后把那个都城叫做天福城 命令这个长子专统一方 当时耶路亚贝在他自己的东丹国 就没事就是带着天子的官 穿着天子的衣服 然后建元丹禄 然后治百官 依据这个汉制就建立他自己的王国 耶路亚宝基死之后 耶路亚贝就申之自己的亲妈 他当时的太后树立平 想立自己的弟弟耶路亚德光为皇帝 赶紧就把皇位给出让了 耶路亚德光当成皇帝之后 特别不放心这位皇兄 就把耶路亚贝迁到东平去软禁 然后周围放了不少卫士 然后针刺他哥哥的一举一动 为韬光养晦 耶路亚贝当时就在西宫造了一个特别高大的书楼 然后又做什么乐田园诗 这些诗文来避祸 表示说自己没野心 而当时中原的后唐皇帝明宗李四元 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多次秘密派人携带书信 就让那个耶路亚贝到中原去做客 权衡再三 耶路亚贝就逃往了后唐 后唐明宗看见耶路亚贝一来特高兴 以天子礼宜欢迎他 还把先前后唐庄宗的皇后 就李纯旭的皇后下室 下嫁给他当王妃 李四元给这耶路亚贝先赐姓 叫东丹 就变成东丹贝了 因为他曾经当过东丹王 后来又把后唐的国姓李赐给他了 赐他名为李慕华 不仅赐名还给他封官 拜他为怀化军节度使 再后来耶路亚贝一镇华州 摇领千州节度使 所以说又有帝又有钱 后唐明宗李四元死之后 他的儿子后唐的敏帝李从后 和李四元的义子李从科 这两人之间发生矛盾 互相打杀 结果是李从科把李从后给干掉了 他自己继位为帝 这个人就是后唐的末帝 后唐末帝李从科当皇帝之后 就特别猜忌李四元的女婿石敬堂 最终逼反了这位沙陀哥们 为了自己能当成皇帝 石敬堂就是以割燕云十六周为条件 向当时的耶律德光哀求兵马来扶植自己 耶律贝本人毕竟他和李四元李从后这父子俩关系尽 就在这期间也派密使 到他那皇帝耶律德光那去报告 就希望他来派兵讨伐 篡世这个唐国的这个军卫这个李从科 得知辽国的耶律德光 再加上那个石敬堂军队组成一联军了 后唐末帝的李从科心胆堕地 城破之前 后唐末帝李从科就把所有的家族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都弄到一个牢里 然后周围堆满了这个薪柴 要举足自焚 这个时候他也不知道搭错哪根筋 他又派人啊就下诏 给了耶律贝 耶律贝当时也在皇宫内 要他一起来陪葬 一起来殉葬 以我们有限的经验 我们想从来都听说过 请人喝酒吃饭 观五听歌 真还没有听说过 请人一起火化活人去升天的 耶律贝呢 对这个后唐末帝李从科 这个命令是当然不从了 那么这个马上要死的 这个后唐末帝李从科 会饶过耶律贝吗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你所不知道的宋朝小知识 奇葩工资发放法 按身高发工资 我们要知道古代士兵的工资怎么算呢 一般来讲是按职务级别 岗位兵种 根据这个不同来发放 甚至因为各地的物价不一样呢 地区和地区之间也是有差别 按北宋呢就有一个创局 什么创局呢 按身高来发放 这要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要知道北宋初年王牌部队呢 肯定是拱卫荆基的禁军 禁军当中有好多党籍 皇帝身边呢就被称为助班职 哎 等于是中央警卫团了 这些士兵呢 据说身高都在1比8以上 其余别的禁军呢 又分为上中下三党 据说呢 他们的身高呢都不到1比8 而上等禁军他们的基本工资啊 比那中下等禁军啊多不了多少 但是各种赏赐啊福利补贴 哎这就挺多 什么血寒钱啊柴探钱啊 银鞋钱啊 这些东西一发下来 哎他们之间的差距就拉扎了 而决定等级的呢 主要就是这些士兵的身高 宋仁中时期呢 更是传承发扬了啊 这种做法 根据记载 当时身高在5尺8寸以上呢 月薪为1000文 5尺7寸以上呢 月薪为700文 5尺6寸以上呢 就只有500文了 如果你低于5尺2寸 那种最低标准 就没有月薪啊 只是这个国家包吃包住了 那么宋仁中的逻辑是什么呢 士兵就是用来卖力打仗 个子高力气自然不会小 因此有身高优势的 就算不打仗 看着呢 对敌方有威慑力 所以在当时 身高就决定了士兵薪水的高地 实际上我们也知道 身高高力和另了大小 完全不成正比 这种制度呢 虽然能吸引大批那高个子 投身于这个士兵队友当中 但对于那些小个子 又有志于从军的 这样的年轻人 确实太不要好了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拿破仑 他生活在北宋人宗时代 他从军 绝对根本就不够标准 这拿破仑根本就进不去 一米五几 一米六几 的小哥子 当不了兵 当然从我们今天 这个角度看 按身高发军想 完全是不科学 你打仗 这个输赢 跟身高高上几厘米 根本跟那个没关系 但在北宋时期 这身高呢 绝对就成为当时呢 这个选取士兵的一个 非常严苛的标准 你身高 画得高 个子高 你就可以拿更多的工资 没说中国史 说点你不知道的事 我们下次见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